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九对A10聊球平台 我是你们主持人李恒瑞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锦衣课题 就是Ralph Rennick的爱将 得力助手即将跟他一起前往 红魔曼联的这个Lars Konneka 究竟这个Lars Konneka是何方人物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去介绍 这一个曼联最新的助理教练 然后他擅长的4312的这一个战术 AC1 play hard win 和前情勇不退缩 96AC1 play hard win 和前情勇不退缩 没有错Ralph Rennick即将接手 这个Michael Carrick成为曼联余下赛季的 这个代理主帅啊 而且他签下了不只是六个月的 这个代理主帅的合约 而且同时间签下的 还有一份为期两年的这个 顾问的合约 也就是代表说他的代理期到期过后 他将会被提升到俱乐部的这个高层 会协助曼联去运作足球方面的这个事务啦 这对曼联来讲可能是一个 非常指标性的一个签约跟聘请啊 曼联的这个足球队的结构 大家知道自从Ferkelson退休过后 一直缺乏一个懂得足球人士 懂得足球的这个足球人士 来运作曼联的俱乐部的这个 足球相关的事务 这一次Ralph Rennick来教曼联的话 他不仅仅是自己来 还带来的他的这个爱将 这一个Lars Connect Card 所以到底Lars Connect Card是谁呢 很多人对这个教练可能会非常的陌生啦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到的资料就是 1978年1月3日出生的这个Lars Connect Card 今年43岁 拥有这个欧洲鞋A级教练的执照 他偏爱的战术是4312 这个东西非常有趣 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去跟大家讨论啦 那么Lars Connect Card的这个CV 他工作上的这个履历有什么呢 他曾经是跟这个Ralph Rennick一起在 去到了这个俄罗斯去担任这个莫斯克火车头的这个高层人员 这一次Ralph Rennick来到曼联直交 他会确定带着Lars Connect Card一起来到这个曼联去做这个直交的工作 非常好奇说当这个Ralph Rennick身上这一个管理层的一人过后 Lars Connect会留在曼联门 还是会跟他一并身上高层 还是说他会只是短期的来带我们半年就离开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他的这个4312的战术 我觉得这个战术是非常吸引我是因为 好啦我在玩最近在玩这个Football Manager的这个足球经典游戏的时候 我在利用巴塞罗纳的这个战术也就是4312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常有趣啦 因为我在找到这个4312的这个战术之前呢 我代理的巴塞罗纳基本上就是要降级了 已经是到15名16名左右 然后这个高层已经是向我发出警告说 你再不把这个成绩扭转过来的话你就要被炒油油了 之后我就是误打误撞底下决定去用了这个4312的这个战术 在我的4312的这个战术里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两个正统的这个边风 我们主要的这个进攻的来源就是来自两个Wingback alba跟serginio desk推上去 当然你讲alba老了可能他没有那么多体力 那么到时候这个desk可以拉去左侧 然后这个不是serginio desk推上另外一侧 主要的来自边一两路进攻都是Wingback 所以Wingback在这一个体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工作啦 然后我的中卫主任是PK跟Ariho 然后这一个守门位置是这个terstagon 大家抖我一下 ok就是terstagon啊 是我的这个守门员 至于中场的部分的话 我的两个中场是空球 跟比较有创造力型的中场 两个年轻小将Pedric跟Gavi 可以做拉边的动作 也可以内缩在中场附近 做这种控球的动作 然后Frankie de Jong是我的比较深位防守的 这一个防守集圈 甚至有时候你觉得 这个Pedric跟Gavi太年轻的话 我会把这个Gavi的位置 或者Pedric其中一个人踩下 Frankie de Jong的位置推上去 然后在这一个 另外一个控球中场位置的话 会放上sergi roberto 如果要打到更为防守的话 sergi roberto位置踩下 要放上这个sergi roberto上去 攻击动场的这个位置的话 有时候会是deadpie 有时候会是这一个coutinho上去打 然后grisman的这个位置 有时候就会 交由这一个maphis depai上去打 当然有时候也是 可以把安苏法蒂顶上去 这个agüero位置 我觉得这一个 4-3-1-2的体系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的 你可以打到很进攻 也可以打到很保守 可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就是 2-1-2的这个活跃性的话 你的两个wingback 必须要有足够能力推上前 desk跟这个menguiza 是这个阵型里面 非常重要一个环节 我们直接从曼联这里 能够打的这个4-3-1-2 这个阵型来看吧 如果曼联打4-3-1的话 可能 这个maphis的组合 还会是暂时留下来的 以这个曼联打villari'al的 这个战术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非常类似 在那场比赛 也是打着类似这样子 是4-3-1-2甚至有人可以讲是4-4-2 钻石阵型 只不过是当时候来讲 flat跟这个vanderback的位置 有点拉拉长 当时那场比赛是这样子的这个站位 我觉得这样子的站位有一点太太开了 变成说中场的这个区块 非常的大的空洞 所以我想要的这个4-3-1-2真心 还是说比较内练 内索一点的 flat跟vanderback跟mactomony压上来 然后这个satchel位置 踩下来 bruno是在攻击中场的这个位置 比较平均平衡一点 然后一样两一靠着satchel 腕比saka推上去 如果这两个人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直接一点 把两个人踩下来 换上alex thalas跟daro推上前 防守中场方面 你可以把mactomony放在防守中场 或者说这样子做这个换位 甚至说你把这个flat的位置 把backomony的位置踩下来 放上mattage上去 flat的位置 你要慢点尽可能的往两侧拉边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说把flat踩下来 放上一个lingguard上去 然后进攻上 我们还是可以转换成rought lightning的这一种 4-2-2-4-2-2-2这样子的这个战型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战型 我到时候在这个 FM football manager打出来的时候 我还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还蛮不错的 可以很好的利用到 现代足球非常流行的 这个wingback的战术 推上去的两亿 两亿这个footback wingback推上去 也可以很好的 在中场达到一个平衡点 你要的就是三个 either三个控球中场 或者说配一个防守中场 就是mattage 不然的话 我们的这个 进攻端上也是可以打出 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像是卡巴尼可以做比抢的动作 Ronaldo前线有人跟他分担的话 可以做打到更好的配合 在totland 慢连对战totland那场比赛 我们就看到 卡巴尼跟Ronaldo的这个组合可以打出多么 精彩的这个足球人 然后 Bruno就压在身后作为这个位球的动作 另外来讲 对Rashford跟这个Greenwood来讲的话可能比较不好意思的东西就是他们暂时性挤入不到这个手法阵容里面 当然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要拉边的话 Lingard可以进来拿掉Fred的位置 甚至说Rashford可以拿掉Fred的位置 然后Bruno的位置可以由 也是可以由Lingard去接踢 然后前线的话卡巴尼跟Ronaldo 其中个人轮修的话可以踩下来 放上Mason Greenwood 然后Vanderbeck这个位置一要拉边 两边要拉拉宽的话Rashford进来过后 Vanderbeck搞不好也可以踩下 就可以有一个位置给Sancho进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麦来讲是蛮新鲜的一个打法 最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防守中场的区块 McTominion Fred 跟Matic 谁能够踢得比较长久 谁能踢得比较好 谁就会站住这个位置 然后在进攻上推前的话 Rashford Karvani Greenwood Sancho可以这样子推前上去 Tales Dalot 可以压上 Varan跟Varguire站位可以推前 Fred也可以稍微推前这里 我们的进攻短暂就会出现很丰富的 这个人海压祸 当然这个时候 还是要回到 这个守门员位置上面的话 De Gea必须要有这种出来扫球的能力 可是 讲真的 De Gea是一个很好的short stopper goalkeeper 挡球就球能力很漂亮 可是他没有这种出来接球的能力的话 Din Henderson有这个能力 Din Henderson就迎来了他上场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目前来讲的话 这一个 4-3-1-2的这个战术 我觉得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比起这个Ralph Rennig的4-2-2-2的话 我觉得 慢连这里搞不好 真的是可以靠这4-3-2-1 打出一点点的文章出来 当然 这个4-3-1-2的话 我个人倾向的首发时间可能还是这样子啊 Fred 拉过来这里 然后可能 McTormany在这里 Sancho下去 然后有这个 Finderback进来 暂时性来讲 如果我们真的是P3-3-1的话 可能会是 还是会是这样子的 这个首发阵容 Greenwood的位置可能也会踩下来 然后换上Ronaldo上去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这三个人控制中场 不要让我们中场太过容易被人家的人海战术压压垮 这三个人控制中场 Shaw跟One Bisaka 两侧推前 Bruno在这一个附近 甚至这样子退 然后Kavani坐前面的比抢 Ronaldo在这个区域 绕过对方的后方 去找射门的机会 4-3-1-2 我觉得这一个Lasko Neca自己本身 比较偏爱的战术 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 会更适合现在这一支慢点 甚至刚刚我讲的 这个4-3-1-2战术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很轻松的 转换成Ralph Rennick非常善用的4-2-2-2的战术 不知道你们的看法就是如何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让我们知道 你们觉得4-3-1-2 会不会是目前来讲可能最适合半年这个战术呢 Lasko Neca他 随着Ralph Rennick来到慢点过后 能不能够带领慢点打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让我们这一个赛季不断被批评的缺乏 这个张杰的足球 非常兵荒马乱的足球 毫无头绪的足球 变到更有这个张杰 更有这个交法 更有想法 达到更为的流畅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一起参与讨论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很快速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啦 各位先这样啦 拜拜